我們114年的預算是戰不列案 所有的農業部我們要所有的預算花費 都是可以自己執行的 是不是 所以你們不要把說這個退回預算 就會影響你們的作業 我想跟委員說明 這個是要先跟部長講清楚的 我要跟委員說明 延續性的是可以繼續執行 但是新增的計畫還有新興的計畫 他是不能執行的 所以你們趕快把預算整個調整過再送過來 我們就可以趕快 暫時不列案 我們還是請委員能夠盡速的 趕快你們也要調整 我們趕快來審理就是了 針對委員的質詢 我們會針對每一筆經費 怎麼用我們會跟委員來做說明 來部長今天是你們的夜報 那夜報的話 本席就要跟你講清楚一下 就是由於因為我們氣候的變遷 跟著情緒感的這個影響 在2022年到2023年的時候 我們雞蛋是公不應求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蛋框的缺口 所以我們有兩次的 用專案短期進口這個雞蛋 在我們這個續產會 也進口這個雞蛋 就是來抑制這個蛋架 跟穩定供應這個雞蛋的問題 但是發生了這個進口雞蛋 這個標示這個期限 是假的期限 誤導我們的民眾 還有就是把這個進口雞蛋 做成蛋液 跟我們的標示地 產地也標示成台灣 這些爭議讓民眾對於這個實安 有很大的疑慮 而且當時發生的就是說 超私這個資本 只有50萬的一人公司 就可以拿到1.75億的這個補助 在這種情形之下 超私他並沒有辦法 當時是他成立的時間是9月份 可是你8月份就跟他有合作關係 而且沒有合約內容 就是用電話議價 就給他們做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 發生這個疑慮之下 部長你還幫他護航 但是現在檢調單位開始已經調查了 那如果說調查出 他確實罪證確鑿有違法 你會不會再為他們護航 不過我想跟委員說明 您剛才所提到的資訊 把111年跟112年混在一起講 112年的時候超私是有合約的 那時候外界質疑說超私一人公司 沒有能力去檢查 你說你是跟量財有合約 對 那是110 那量財的時候是3到5月的時候 後來你跟超私 超私是8月到11月 但是8月他超私還沒有成立 所以現在檢調單位都在查了 我就請部長不要再護航 如果確實的話請你們就要研辦 你還負起應該有的責任 我非常慎重的跟委員說明 我們也是主動送請檢調的 如果我們也儘速希望檢調儘速釐清 如果有不法的 我絕對不會寬貸 你不要再問他負責 不會寬貸 然後相對的就是說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也希望說 還給我們同仁一個清白 跟社會大眾一個公開的一個真相 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也會還你公道 要真相給社會交代好不好 那最重要的是 因為當時在這個量財的時候 你給他的這個每顆基蛋是6.9元 到了超私的時候 你就給他7.39元 這個是不是有突免的情形 為什麼 一個是3到5月一個是8到11月 不過我想 整個的一個程序其實檢調在調查 那針對3到5月的價格 跟8到11月的價格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用買斷的方式 不是用合約的方式 那價格的差異到底差合不合理 因為也要考慮到當時的這些 你當時的價格 這個同年度一個3到5月 你現在差不到幾個月 價格就變動了 這沒有突免嗎 在111年9月以後 喔那個是日本 包括日本也大爆發 所以那個時候的價格 我們現在沒辦法回應 3到5月你的合約的價格 跟到8到11月的合約 這差到是111年的事情嗎 對 所以你要具實 對這所有的情形 本心是跟部長講說 現在這個雞蛋 你不是這個價格的問題 你還有的就是 處理這個過期這個 銷毀的雞蛋 5,429萬顆雞蛋 你花了5億2,997萬元 這些都是你花費出去的 或者你冷凍電你的運輸 你的這個銷毀的 都花了這些錢 你當時為什麼沒有 事先掌握整個需求 民間的去跟國外購買的 或是你們政府 去掌握去購買的 這整體的這種需求量 你們都沒有空管 白白花掉這些 國人民的公堂呢 我跟委員說明喔 當初在整個蛋黃的時候 是全球都缺雞蛋 那個在那個時間點 不知道那個疫情 會延到多久 所以在整個的採購的過程中 有一部分是當作困難 不能推脫資責 不能知道疫情會多久 但是你知道 每天的供需量啊 每天供需量 你的緩衝其實是三個月 需要多少量 這個統整出來的 雞蛋有它的期限 所以你們都是非常 在農業部 這個整個 當政這麼久的公職工作 非常清楚 整個產業的需求 沒有掌握住這個 我跟委員說明喔 其實在雞蛋的過程中 我們也是我檢討的 裡面有非常多的 我們可以改進的空間 跟檢討的空間 特別在行政上面 在預測上面 所以我們未來會針對 這樣的一個部分 如果在缺带的時候 你們必須要檢討啦 如果這件事情真的是有缺失的話 你們就應該負起這個責任啦 好不好 好不好